欢迎各位学员来到线上课程学习网 我是自强南超人 在接下来的课程会陪你学习 在进入课程以前 建议你先参阅使用说明及课程简介 让你更了解本课程学习方式与注意事项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课程吧 这堂课要跟各位介绍的是PCB的制程分析 还有在整个PCB的制造过程里面 它的一个制造的品质与控制 跟优缺点的评判分析是怎么样来进行的 在整个PCB版的一个发展严格上面 早期的PCB版之间的各阶层间 它的互联互通以及零件角的插件 它所做的方式是依照所谓的全通式度通孔 我们叫通做PTH来做执行 电子产品的功能的提升 还有整个零件数的增加 导致零件与零件之间的密度必须也更增加 以及产品在小型化的一个要求的过程下 最早的插孔的技术已经变成为 节省面板的一个面积 所发展出来的表面粘装技术所取代 由于这样子的一个插件式的粘装技术 改为所谓的表面粘着技术 我们称之为叫做SMT的一个技术 那在1980年以后 SMT已经开始成为一个主流 并进入所谓的一个量产的阶段 而使得这整个PCB在小孔系上面 甚至是在一个量产上面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 但是受到零件不断重复化 还有零件的零件引脚持续增多的一个未来趋势 另外在晶片级的封装 极端轻薄短小的压力下 PCB版业者在1990年起 推出了所谓的非机械钻孔式的埋孔 甚至通孔于板外 逐次增加层次的增层法 那在工研院 他们转移为叫做基层法的多层版的一个制造模式 成为现在的一个主流趋势 PC版的发展历史里面 我们可以从这张投影片上面可以一窥就近 最早的时候是在最低层的所谓的全通式镀通孔 那它的用途最主要是在组装不密 布线不多 还有没有产生太多的相关连接的一个情况之下 所产生的一个需求 另外在全通式镀通孔上面 对于所谓的晶片的需求 也是不能够接受太多的晶片的数量 随着整个电子产品的功能提升 还有零件的增加 我们目前已经由通孔的插装 走向了所谓的表面粘装的技术 表面粘着技术在英文 我们简称SMT 它最主要的用途 可以用在PCB的小孔径上面 另外在零件的密度增加 跟零件的复杂化上面 还有整个零件角所增加的情形 上面都可以有相关的配合的技术 另外在晶片级的封装 及晶片的组装上面 它也可以发挥强而有力的功效 在90年之后 整个的轻薄短小 多层板的设计逐渐的成型 因此怎么样的做到所谓的增层法 导致所谓的非基钻式的导孔 还有增层法的多层板的制造模式 就逐渐的出现 那最主要的是利用雷射来烧孔 或者是利用所谓的电浆来摇孔的方式 来达到整个未来走向薄形化的设计 在传统的PC版的制造过程里面 因为层与层之间互联的做法 是先在内层的搏击板上面 用阻迹选择将铜做侵蚀 以完成它所需要的原垫 我们称之为Path 之后经过压核及钻孔 就可以将各层的原垫予以串通 并利用所谓的导通孔Pth 即电镀铜的方式 使各层孔环得以与孔壁 来做一个导通的作用 最后完成外层板面磕石的线路 就成为每层所使用的 用孔环衔接的全通孔的一个互联系统 在这样的一个传统的PC版制造过程里面 它受到了非常多的限制 首先是在面积上面的限制 传统的PCB版 它是采单次压核来逐步的将半成品 再组合成成品的方式 那是在孔壁导通的时候 利用孔环的方式来跟其他的线路 来做一个连接 不要跟孔环壁导通的部分 它是采用空环的方式 来做隔绝的一个动作 这种一次成型 全版贯穿的传统互联做法 目前面临多角零件的一个装配需求 还有在减少层数的一个成本需求上面 另外在细线的分布的电子线路的 要求的渴望下 只有尽量的缩小孔径跟孔环 甚至出现极其困难的无通环孔方式 才能作为一个因应的方式措施 因此要将孔径逼小到10mm的一个境界下 对生产力跟成本都造成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负面的影响 那受限的另外一个因素 它面临了密集组装的时候 传统的全通孔没有办法做到的一个部分 因为在层间互相连接的传统通孔 它并没有办法直接在板面的粘接上面 用焊电来做焊接的动作 另外在Fence Out 就是以擅除的方式来连接各连接各脚垫的时候 对板面的空间的浪费程度 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的大 另外在全通孔的过程里面 它会破坏多层板内部电压层的一个完整性 使得电容会蒙受损失 增加整个的一个杂讯 另外在整个的零件组装上面的面积 也会产生零件与零件之间 在面积资源上面的一个争夺的情形 另外在多层板内 在讯号层的部线面积来讲 传统的通孔式也会造成相当大的妨碍 因此密集的组装迫使通孔孔径越来越小 也造成了成本也越来越高 由于种种的一个因素 所以造成整个表面粘着技术的一个崛起 是无可厚非的一个发展的过程 在这张的投影片上面 我们所看到的是在Fence Out的引线 跟焊电上的直接盲孔 没有Fence Out的一个比较情形 那我们可以发觉到 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 它的面积可以缩小使用 大约30%到40%的一个空间 那对现在的电子产品的微型化发展来说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关键的一个考量成本因素 这张投影片上面所秀出来的 是在于通孔与非通孔之间 它在面积运用上面的一个需求 跟考量上面的一个说明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层间的 不论从层间的互联 或是从零件角的插装的过程里面 由于这个SMT技术的发展 在层次之间的互联的盲孔 或者是埋孔 已经不需要再做怎么样 全版贯穿的动作 而可以省下板面没有用的面积 给布线或者是焊接的零件 来做使用的工作 在PC版的种类里面 我们大概可以分成几种方式来做区分 第一个是以材质的方式来做区分 第二个是以成品的软硬的方式来做区分 第三个是以结构来做区分 第四个是以用途来做区分 在材质区分的部分 我们可以将在基板里面的材质 分为有机材质跟无机材质 有机材质包含分权树枝 玻璃纤维 或者是还氧树枝 polymide等等 都是属于所谓的有机材质 那无机材质包括像铝 或者是铜 或者是ceramic 我们称之为叫做陶瓷 都是属于无机材质 我们在无机材质里面 之所以会考量到不同的金属材料 或者是使用陶瓷材料 最主要的原因 都是考量现在的电子产品 或者是未来的电子产品 极小化 微型化的发展趋势 那在提供相同的功能 跟电路的负载情况之下 由于微型化势必导致 线路的细小发展趋势 一定是往这个方向发展的 因此 对于整个的微型化的过程里面 电子线路的细小化 将会产生热的效应 导致板子的寿命降低 因此如何在板材上的选用 跟选择能够让整个散热功能 强化到最大效应 则是取决使用这些 无机材料上面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依据 在成品的软硬的区分上面 由于现在的电子产品 因为单面的折叠 滑盖了一个需求 因此会产生所谓的硬板 软板 或者是结合这两种需求的 软硬板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性质出现 依照结构跟使用的特性 我们可以把它区分为 单面板 双面板 跟多层板 那由于现在的电子产品的特性 所以多层板的使用的状况 已经是日趋增加了一个趋势 那依照用途来区分 我们可以来思考 所谓的通信用的产品 耗用性的电子产品 或者是军用的电子产品 电脑 半导体 还有电测板等等 都是依照不同的使用用途 而可以区分为PCB的种类 本单元结束 请点选左边选单 再进入下一个课程